大家好 歡迎來到 Open Space 2024 我是Brian Brian Chui 我是這個Session的Speaker 今天的題目 某程度上是我自己的一個 作為初創投資者的一個少少否白 很多朋友或者是初創都會問我 為什麼你們Venture Capital 這麼Picky 很多Business 很多Startup都很Solid 為什麼都沒有被投資者選中到 今天嘗試為大家解答這個問題 其實在坊間是很少有機會 從一個投資的角度去分析 究竟我們真是找到什麼 希望我們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解答大家的迷思 希望幫大家在日後 你們各自各的 無論你是NGO、Startup 或者是一些Corporate Projects都好 希望在你們Fundraising 或者拿到預算的路上 希望對你們來說有一點啟發 今天非常之開心 因為在座和線上 都有一些我之前的學生 非常之多謝你們 非常之親切 我做個呼籲 如果在網上 你們現在是在旁邊的課室上課 你們可以靜靜地把你的手機 收在你的Notes下面 說笑而已 當然會關機 你們要專心上課 但也很感謝你們今天參與 在座和其他第一次見面的朋友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一定有你的原因 可能你是一個 Startup Founder 或者是一個 Key Employee of a Startup 準備著你們 下一回合的 Fundraising 可能你是一個 NGO 或者是 Non-profit Leader 希望現在是 Apply 進行一些 可能是政府 或者私人機構的 Funding 甚至乎 你在corporate 做的 你現在在 進行一些 可能是創新的 Projects 要拿Budget 現在拿Budget 是不是真的困難 不只是Startup 拿Funding困難 如果在corporate 裡面 你是一個entrepreneur 拿Funding 都非常之困難 還有 如果你是 嗯 在想 我覺得 創業很適合我 或者我將來 都會對Venture Capital 或者Angel Investment 有興趣的 那你就來 對課室了 我們今天 我們有一個 鐘頭的時間 主要會 回答三個問題 The why, what, how Why 就是 為什麼真的拿Funding 是這麼難的呢 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難 大家都會 不斷去 嘗試去拿 External Funding 可以 可能是Angel Investment 可能是Venture Capital 可能是政府 或者其他團體的 一些Grants 為什麼我們都要去追 這件事呢 The what What are investors really looking for 這個就是我今天 送給大家的小禮物 還有很多時候就是 就算你知道我們 是look for些什麼 但是很多時候 你都沒有將你們的project 或者你們的startup 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為什麼呢 最後就是how 要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大家都知道 對吧 說就容易 做就難 我們就嘗試去幫幫大家去想一下 怎麼可以真的去 differentiate yourself from your competitor 還有很多時候 其實 Fundraising 還有銷售 的分別是什麼呢 銷售就是 我有一樣 很漂亮的 產品 這個電話 我告訴你 多少錢 你可以玩它 你可以試完它 所有的function 你才決定買 但是我們做初創呢 我只是有一個idea 你可不可以給我五十萬創業嗎 你可不可以用一百萬來支持我這個人工智能的XYZ 感覺是不是跟銷售很不同呢 How do you sell your potential when you don't have a product yet 好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講個why Why it's so difficult to get funding 簡單個答案就是 supply少了 demand多了 supply the funding少了 number of start-up多了 我們看看大環境 個conclusion其實很多人都聽過了 Venture capital money is shrinking because a lot of reasons 加息是一個reason 地緣政治是一個reason 還有很多種種的reason 但我想個conclusion呢 就是 你看到了這個graph 唉 Unfortunately 那個trend一直向下 無論是number of deals 每一個quarter都一直少 Total amount of equity investment 一直少 這個graph在講的是 China-based start-ups China-based start-ups 你看不清楚 那些數字不要緊要 你看到一個trend 是quarter over quarter 是向下的 So this is the environment that we are facing and you probably know that already 這個是一個叫宏觀的view 給大家一個微觀的view 0.91% 是甚麼來的呢 小 在100間start-up裡面 是少於一間start-up 是會獲得 Angel investor funding Angel investor 就是天市投資者 是一些高正值的人士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或者是超高正值的人士 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裏找這些人呢 我們完成這個talk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們 但是 Unfortunately 即使你找到這些人 即使你認識這些人 0.91% 少於1%的機會 你會獲得天市投資者的投資 Venture capital呢 Venture capital 和Angel investor的分別就是 Angel investor是一個人 Venture capital 可能是一個 一個投資的機構 一個投資的機構 Venture capital是怎樣 0.05% 不要太介意 總之是難 1 out of 2,000 start-ups 會獲得Venture capital funding 這個就是一個micro view 所以剛才我說 為什麼 It's so hard to get funding Funding supply少了 Number of start-up 多了 香港是這樣 中國是這樣 亞洲是這樣 全球都是這樣 對 這麼難 但為什麼我們還要拿 Investor funding呢 為什麼這麼多 start-up founder 或是NGO Non-private leader 每一天都做 Pitching呢 答案很簡單 Because you need money to outgrow your competitors 這個沒有意義 是不是應該 好簡單一個例子 大家 現在 有沒有人不知道 GoGo Van 是甚麼來的 有沒有人不知道 Lala Move 是甚麼來的 你看 Lala Move 現在Lala Move做得很成功 我們要叫Lala Move做的很成功 他們基本上都是做物流的業務 我覺得他們之前那幾年 甚至現在 都是在打一場非常燦爛的比賽 因為他們真的是 a similar industry 他們是一個 direct competitor 好了 為什麼我說你要investor funding呢? 我們看看2018年發生什麼事 GoGo Van 他是raised了 我要小心說 二億五千萬美金 用來做什麼? 用來做什麼? Outgrow your competitors GoGo Van, Steven Lam 多厲害 二億五千萬美金 那如果你是聖哥,Lalamove 那你會怎樣做呢? 你難道坐在座椅代幣嗎? 所以Lalamove就raised了三億美金 這個就是start-up的遊戲 某程度上你開始了start-up的道路 你預料要做一個 fundraising 因為如果你不做 fundraising 事實上在資源上面其實很難得 你想想 如果全香港的的士 你要有一千架有你的廣告 全部都是錢 是不是? 如果你的competitor做了這件事 而你是沒有一個適當的response 那可能他就會 outgrow you 但其實呢 投資者不只是帶錢進來的 我們都帶很多所謂non-financial help 例如是credibility, mentorship,和 network credibility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你也看過 我們二千間只是頭一間而已 如果你是那間 這個就是你的credibility 我們審視過你整個business 很多一些是不可以公開的資料 然後你是有我們的基金的信心的一票 這個就在市場上給到你一個credibility Mentorship 其實很多投資者的背景都可能是 以前是初創的founder 或者是professional services 所以在很多是真的可以帶著這個founder 怎樣去行這個旅程 還要是networks 如果你是fintech的founder 你想跟全香港最大的五間銀行去談生意 其實很難 怎樣schedule 投資者可以幫到你了 因為很多時候 投資者未做投資者之前 其實就是在那五間銀行那裡做 又或者可能是他們的朋友 現在在那些銀行裏面 可能是做一些要衛 可以幫你做這些referrals和connections OK 回答了我們為什麼要funding 好了 我現在要講一些殘酷的事實 給大家聽 剛才我講到要funding 很難 那你自然會問這個問題 究竟投資者是找到一些什麼呢 有一個傳聞 傳聞就是venture capital 是要找到一些十倍的回報 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不是傳聞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要求 最好你就是有二十倍的回報 最好你就是有五十倍的回報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歷史告訴我們 90%的startup 在十年之內 是會倒閉的 總總總的因素 可能有時候真的管理層做得不好 可能是有時候市場上有些外來的壓力 例如COVID 例如金融海嘯 又或者種種種種的reason 這就是歷史告訴我們 大概90%的startup 會 fail over 10 years 所以 在我們的investment portfolio 我嘗試解釋 這個page左手 右手邊這個graph 你當這個是我的venture capital portfolio 我投資了落十間startup那裡 unfortunately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間startup for some reason unfortunately they will go out of business 即我是沒有錢賺 或者是虧了錢的 所以我就真的需要 好成功那間 就真是好成功 去cover my other losses 這個是 你可以說我們行內的 所謂哲學 或者portfolio theory 當然 如果你是投資股票的 或者你是投資private equity的 可能你的portfolio theory 就會有不同 但在我們的世界 某程度上 右手邊這個graph 這樣的所謂 不願意見到的情況 可能是我們的日常 所以我想大家知道 就是 為什麼投資者 經常都look for 一些十倍 二十倍 五十倍的回報 就是 我真的需要在我的portfolio裡 可能有一間gogo van 或者la la move 才可以令到我在十年之後 可以跟我們投資者說 嗯 我們這個十間startup的portfolio 是一個賺錢的portfolio 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講一個小秘密給大家聽 大家在右手邊的graph那裡 看到八個骷髏骨頭 就是fail了startup 其實在我們投資之前 我們都以為這八間會是la la move 和go go van 為什麼他們會fail 不一定是我們眼光不夠好 剛才我們講過有很多 內在或者外圍的因素 所以呢 不要太介意 你可能真是一個好的startup 或者你是真是一個很好的small business 但是如果你的return potential 不是真的那麼大的時候 可能很多VC funds都要是turn you down 但是同樣地你都可以想 其實你都不一定要venture capital money 你才可以作為一個成功的創業家 或者small business 但是這個就告訴你 what we're looking for 是extraordinary returns 有些什麼公司是有extraordinary returns的呢 究竟what we're really looking for 對我自己來說呢 兩個字 secret sauce 中文就是 好像茶餐廳那些 秘製醬料 什麼意思呢 secret sauce defensible barriers to entry 你有些什麼真是這麼厲害 就算我想抄你的project 抄你的startup 我想抄都抄不到呢 這個就是你的secret sauce 我們作為投資者 我invest in什麼呢 我就是invest in你的secret sauce 大家覺得有些什麼是secret sauce Let's say if you were a founder 如果你是一個startup founder 有什麼會是你的secret sauce Anyone 好啊好 沒錯 你是不是真的有那個開賽拳啊 你有的 我們現在要 之後要馬上聊 非常之好 當然是一個secret sauce 有沒有其他人想 Yeah Go for it Testing Testing Absolutely Yeah 沒錯 Yeah Patterns of course of course 專利 還有沒有啊 Patterns 很多時候是跟technology有關 剛剛你講到石油的開採拳 就是跟access有關 全部都是對的 如果我搞一個 運動科技的公司 如果我搞一個 運動科技的公司 你說如果 有施朗拿道做我的co-founder 你說幾好呢 他是不是一個secret sauce啊 他是啊 你知道大家要給 很多corporate要給多少錢 他寫了一個instagram的post啊 如果他是我的co-founder 他應該不會收我錢吧 Team member 都可以是你的secret sauce 這個就 開股 把我的謎底 我的底牌都開了給大家看 Technology Patterns OK Regulator Approval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Healthcare的 你的藥有沒有FDA Approval 就決定了你的成語拜了 Exclusive License 剛才講過了 你批了我去做這件事 但你沒有批過的competitor Heavy R&D 當然是啦 你想一下 如果是即使我沒有轉來 但如果我的R&D effort 是要五年的 我已經快過你五年了 如果你今天才開始做 Access 當然是啦 Access to customer Markets 有些說 你想去中東做生意 你猜真的這麼容易嗎 你想去內地做生意 你猜真的這麼容易嗎 If I have access to those market 尤其是 Tier 2 market 我就贏了啦 Supplier Partners Investor Funding 當然是啦 剛才我講過啦 One in two thousand start-ups get VC Funding 那如果你有access to VC Funding 嗯 你又好像先贏了一仗 Free resources 我最喜歡的啦 香港請教員 你都要給最低工資 怎樣可以 有好多人幫你 但可以是不收錢 是 是 絕對對 不過呢 在初創來講 股權是沒有價值的 是要你做得起 做得起 你的股權才有價值的 OK 好 繼續落 Team 我們怎麼看 Team 怎樣會是secret source呢 剛才我講的 斯朗拿道 就是最後那個point Someone who is very influential with stardom 那個star power 是啦 大家 我們在香港 你說如果我的co-founder 是姜濤 可以嗎 你對這個start-up 有沒有信心 我們做音樂分享平台 是吧 OK 現在馬上去做了 現在馬上去message姜濤 是吧 Team有些什麼是secret source呢 Serial entrepreneur 你是多次創業 你知道這條路是怎樣走 你知道是不平坦 你經歷過 你起過 跌過 這些對於我們來說是 是一些value來的 最好你就有successful exit 哦 你不止創業 你還其中一間公司是上了市的 或者你其中一間公司 是賣了給一些科技 科技龍頭公司的 嗯 OK 我們知道你知道 你懂得怎樣去成功 當然啦 industry expert 那 就是想一下 如果你是做一個legal tech 但是你整個team 都是沒有lawyers 那你可能試低一點 你可能試低一點 OK 好 我現在告訴你 你聽secret source是我的重點 你每人都去找secret source 你的secret source 是不是真的能夠differentiate到你自己呢 全香港現在有四千二百七十五間startup 我相信至少有一千間都會說自己有secret source 或者secret sources 可能是實際上 當你每一天都聽著很多的pitch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都會覺得你的secret source 其實跟之前pitch那個差不多而已 我剛才說legal tech 你是一個former legal partner law firm partner 對啦 上一間firm都是啦 Yeah 可能你有現任律政司司長是你的advisor 上一間是前任終審庭大法官 I'm just making this up OK as the advisor 當有這樣的時候 然後 怎樣再去differentiate自己呢 好 現在呢 就是我派禮物的時候 想不到來聽talk有禮物 我們當然不是派咖啡卷 咖啡卷 咖啡卷 那些 那些價值相對來說其實是很少 如果大家成功fundraise了 你請我喝咖啡 OK 我現在送六份禮物給大家 怎樣去differentiate 你們的startup 或者你們的NGO project from your competitors 首先和大家玩一個遊戲 有三塊漢堡扒 在這個screen上面 大家分不分到哪一塊是麥當勞 哪一塊是Burger King 哪一塊是impossible food impossible food就是impossible burger 大家分不分到呀 左手邊那個是甚麼呀 你覺得是哪一間呢 在座有沒有人在麥當勞做的 OK OK ANYONE ELSE ANYONE ELSE Yeah Go for it OK OK And then this is McDonald's OK Why is this Burger King Yeah They use Yeah Choco Grill to do the burgers right 沒有錯了 是 真的非常之好 其實我開估了 其實這個遊戲 是想跟大家說 Differentiation might exist 對於一個Founder來講 但對於一個投資者 或者聽你Pitching的人來講 Might not be obvious 其實答案 就是已經在我的問題順序列出來了 最左手邊那個就是McDonald's 中間那個是Burger King For the reason 你剛才講過 因為Burger King 是很proud 他們現在還用炭爐去營爛他們的Burger 最右手邊那個就是Impossible Foods 是否很難 是否很難 就算你去到食物展 我放三塊Burger在你面前 你都未必分得到 是嗎 就跟我連續聽三間Payment Technology的Start-up一樣 就這樣了 人人都是幫外融匯錢回家鄉 人人都可以把錢由內地轉去東南亞 人人都說自己快 每一間Payment Start-up現在都是說這些的 Then what's your differentiation? How you differentiate? 好了 送第一份禮物給大家 Elevator Pitch What is Elevator Pitch? 一句 三十秒 One sentence to explain the value of your start-up's existence 大家可以Google Elevator Pitch 你就會發現每一個Template they are awfully similar 所以你說你用Elevator Pitch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重點是 How do you fill in the blanks? 有幾個component在這裡 第一個是 My company 公司名 公司名當然是一個你可以Defentiate自己的一個方法 It's developing a defined offering 我好怕有好多Founders Pitch完五分鐘、十分鐘 然後我們就問他們 What do you actually do? 你是做E-Commerce 還是做物流 你是Mobile Apps 還是你實體店是不用Technology的 OK So you need to have a defined offering Is it a product? Is it a service? To help a defined audience 人人人都做網上補習的啦 你是做英文啦 普通話 廣東話 你是做中學、小學 還是大學呢? OK Tell us 那就是 Defent, 那是 Defentiate To solve a problem 其實就不是啊 素食者其實是 happy with the salad 素食者不需要一個好juicy的 fake burger OK? They're happy with the salad Impossible food就會告訴你 我們的 defined audience 我們的 solve a problem 就是 a lot of meat lovers like myself we want to try to introduce more green into our lifestyle 我們才是他的 target audience 他不是在 solve一個素食者不夠素食option 這個問題 So you gotta solve a well-defined and unique problem With your secret sauce 我教補習公司的 我就做一個有血有肉的robot 你想補什麼都可以 我的眼睛呢 那個robot的眼睛其實是一個sensor來的 他一見到你 他已經知道 你是不是受軟不受硬的學生 或者受硬不受軟的學生 他已經知道要用什麼方法去教你了 這個就是你的secret sauce 我很怕那些人是 你pish完五分鐘 你明明有這個secret sauce 你都不說 我上個星期剛剛就聽完這個了 我問回他 你應該有些東西的 那讓我問了一個secret sauce出來 OK 但是 elevated pitch 你只有30分鐘 沒有30分鐘 你只有30秒 你怎樣可以用30秒 將你 二、四、五 五個differentiation 講完出來 大家覺得 start up pitching 通常是pitch幾多分鐘 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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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body else? 十分鐘 可能是 your third round of pitching 最常做的pitching 就是這個elevated pitch 就是這30秒 很多時候 你在咖啡店 見到的investor 你可能在一些conference 見到的investor 一齊等電梯 就是你出擊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你去到舊同學聚會 別人問你 這陣子在搞什麼? 你的答案是什麼? elevated pitch 所以很多人就 spend 很多時間去做一個很漂亮的powerpoint deck 但可能我的advice給大家 就是先搞定這個 如果這一句one sentence 你都說服不了自己 說服不了你的好朋友 說服不了你的家人 說服不了你的同事 其實你的deck 都應該沒有什麼secret source 所以搞定了這個 第一份禮物 好 送第二份禮物給大家 我又很怕聽完pitching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你做什麼 其實你可不可以畫出來 其實有時候會做什麼 我們通常可能會在coffee shop 會見到一些start-up的 你拿張抹手的紙 你拿一支原子筆 你畫出來給我看 你說你是網上串流電影平台 你的screen是大過N字頭的串流平台 OK 有多大 你畫出來給我看 很多時候 seeing is believing 所以你不說 你講完一大輪 你有什麼secret source 但是你整個pitch stack裡面 我都看不到你的product 或者prototype 我都是不知道你做什麼 我覺得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是graphics designer 所以所謂一些visualization 都有三個level 第一個level 你畫出來也好 你用powerpoint自己畫也好 簡簡單單 你說如果這裡有兩個button 你就畫兩個button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我們叫做wireframes Mockup是什麼呢 Mockup就是wireframes 你給多一點點 design What is the look and feel What is the personality of your company 最後 Prototype 就是玩得 Prototype和Mockup的分別 Mockup都是static的 這個你不能按下去 但prototype就是 我按加 可能這個就會變成藍色 或者我按減 這個就會變成淺色 That's a prototype 可能是scroll down scroll up 會見到多一點 content 當然 你做pitching 最好當然是有個實物 是吧 沒有東西是好得 沒有東西是好得 實物 為什麼沒有東西是好得 實物 因為我知道你真的做了出來 你給我這個prototype 你都是告訴我 你想做 你想拿我的funding 去令到你有得請人回來幫你做 所以 Nothing is better than your product 如果你是pitch alternative protein 如果你是impossible food 不如你煎幾塊burger給我們吃 現場立刻吃 如果你是做任何 like植物肉的 或者是植物奶的 開一瓶給我們 現場立刻喝 如果你是做機械狗的 帶它來 可能是coffee shop 就可能太瓦炸 但是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第二份禮物給大家 就是 記住有prototype prototype 你懶得做 你都給我mark up 我 或者wireframes OK 第三份禮物 prototype 我當你做得很漂亮 我自然會問 有幾多人會用的 當你 upload上去app store 一個九毫九美金 有幾多人 realistically 真的會買呢 我很怕 有些pitch deck 是沒有market size的 你只是告訴我 很多人都會用 全世界都會用 那是不正確 那是不正確 可能在座好多人都有 Instagram Instagram的 Total market size 是否the world's population呢 不是 有些什麼人不會用Instagram的 是嗎 sure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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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ly 沒有smartphone 或者有smartphone 但是它居住的地方 是沒有Wi-Fi的 Internet很貴 或者是電話plan Data plan 很貴的地方 那 沒錯 有種了 所以 如果你是代表 Instagram 去做這個market size 你的Total market size 就肯定不是world population 這個market sizing bubbles 大家看到三個bubbles在這裡 其實它們是一套東西來的 三個bubbles 有它們各自的meaning 第一個bubbles 我們叫TAM 最大的bubbles Total available market 意思就是說 全世界 究竟有多少人 真的會買 真的會用Instagram 或者真的會用你的product 這個就是 不要理會任何障礙 不要理會你 你在那裡認不認識人 你怎樣運貨去那裡 不需要你任何障礙 總之 Ideally your largest possible market demand 這個就是TAM SAM是甚麼呢 Serviceable Available Market Obviously SAM is a portion of TAM that you can realistically capture and serve SOM就是 Serviceable Obtainable Market 這個意思是 SOM就是 part of SAM but then the market that you can realistically capture and serve in near term 所以你看到 是三個不同 演繹 market size 的方法 這三個bubbles 對於investor來說 都是 equally important 因為 當然 我們需要 你的TAM很大 因為 你一定會有competitor 當你有三四間雜誌訪問你 就已經有人開始抄襲你了 或者你以為香港沒有人抄襲你 新加坡已經有人在做 所以你的TAM一定要夠大 但同樣地 我們亦都想你的SOM 就是 near term你究竟可以賣做到多少生意 這個都重要 因為我們要回本 以及你的cash都有限 revenue in case it's not obvious 除了 investor funding之外 revenue是可以幫 startups 或者是NGOs解決很多 near term的cash flow problem OK So SOM is also very important 我講真的 我看過很多pitch 我最後那個bullet point market size should be large yet realistic 好多時候 大家都是 very large and not realistic 所以我特別想講這件事 因為 要夠大 because that reflects your aspiration that reflects your 10x 20x return potential 但是我們都想你be realistic 但是我們都想你be realistic 因為as a CEO especially as a first time founder 我們都想知道你是有一個好的business acumen 這個就是market sizing bubble 重點不是用這三個bubble 因為這三個bubble 亦都是一個非常之common的framework 重點就是 有三個number 你把數字放進去 這個才是重點 好 第四份禮物 我經常用的 如果有上課課堂的同學 就知道我是經常 很喜歡這個2x2 matrix 這個2x2 matrix 很簡單容易這樣 可以幫你show that you are better than your competitors in two dimensions 那麼 講一講 我舉了個例子就是 我用兩個dimension 去分析我公司的強項 一個dimension就是 貴與便宜 more expensive versus less expensive 照計less expensive是好一點 第二個dimension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less convenient more convenient 當然是more convenient好些 上課課那些我都很沉氣地說 這個graph 你一定要用 二就是 你的公司一定要show up 在右上角 因為只有右上角 才代表你在這兩個dimension 都是比你的competitor強 OK 有個common 有個common mistake是甚麼呢 這個是大忌 你做了這個2x2 因為你應酬了Brian 但是你其他那三個quadrant 是沒有competitor的 然後我就問 你沒有competitor的 然後你就答我 是呀我們沒有competitor OK 這個是大忌 OK Everybody has a competitor It's either a direct competitor or indirect competitor 所以記住當investor問你 Who are your competitors 千奇唔答 As far as we know We don't have a competitor OK 這樣是表達了你甚麼呢 上面的頁 Business Acrement 對嗎 對嗎 Your business acrement 所以 用這個2x2 matrix 是非常之容易的方法 我獻計給大家 如果你覺得 price 和convenience 這兩個dimension 不是最配合到你的situation的話 可以consider下 customization 現在很多consumer都想 可不可以personalize 我的袋可不可以personalize 加我的名字 我的手機殼 可不可以印我小朋友畫那幅畫 Yeah More or less customization 可以是你的NGO 或者你的start-up 的 differentiation point Specialist versus generalist 沒有說哪個好一點的 沒有說哪個好一點的 譬如說 OK 譬如 let's say WeChat WeChat就是 generalist 所有東西都可以在WeChat上面做 當然是厲害 但是有很多specialist 也都是有它的 有它的target audience 這樣這樣 獻計給大家 那麼最緊要就是 你真是找到兩個dimension 是合理 還有最緊要的是 令到你公司 and after你的honest assessment they show up o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是的 OK 第五份禮物 Traction slide 大家解釋 什麼是traction呢 廣東話就是你的產品 或者你的start-up 你的服務 在市場的售落程度 你的售落程度 你的售落程度 to show that 為什麼要有這個 traction slide呢 to show that customers really love your product and are paying for it 後半段是非常之重要 你免費給人用 很多人都會用 OK 但是有沒有人真的給錢呢 因為如果沒有人給錢你 我們是投資來的 對你來說可能是一個passion 你不介意免費給人用 永久性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投資 所以對投資來說 people are paying for it that's important 怎樣可以顯示你在市場上的 受歡迎的程度呢 可以用不同的KPI 圖 table 這個我帶贈送了 我給10個 就是給10個ideas 給你們 revenue當然要說 剛才我已經剛剛說了 有revenue和沒有revenue的 startup其實是差很遠 people gotta be willing to pay for your product number of customer 我上了假 我上了假 兩個禮拜的 已經有10萬個download了 yeah that's traction that's traction 如果你是賣實體產品的 number of sales location 我在全香港25個點 或者25間supermarket 我的產品已經上了假 number of patterns 專利 尤其是是給一些pre-revenue的startup 或者是heavyR&D的startup 這個專利當然都是reflect到你的traction amount of funding raise 剛才說過 venture capital或者angel investor money 除了帶了錢進來 亦都是brings your credibility 意思就是說 雖然你沒有產品 但是我們找很多專家審視過你的technology 我們覺得是很solid的 是很world class的 所以我們才投資到你身上 所以amount of funding raise 當然是一個traction的表達方法 剛才說的那五個metrics就是quantitative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quantitative你都給我一下吧 Tier 1 clients 如果你不是有很多client 但是全香港五大地產商有三間 都是你做你的client 你做prop tag的 OK 告訴我 告訴我 如果你是一個很長的product development cycle 有五部曲的 你做到第四部了 即是你差不多就可以了 OK 告訴我 做個graph 做個timeline告訴我 key hires 原來我對你的公司很沒信心的 你真的找了施朗娜做你的co-founder 你當然要告訴我 姜濤都OK 你贏了很多awards 市面上 awards 說多一點 市面上有很多Tier 1 Tier 2 Tier 3的awards focus your effort on the Tier 1 因為我們知道 你要拿一個awards是好容易的 你自己教一個比賽得利參加 你就可以給個awards自己的 OK It's the Tier 1 award that matters The competitions that everybody's are there Those matters more OK Media coverage 當然啦 Media coverage 某程度上 你有PR budget 就有人訪問你的啦 但某程度上 我們都會覺得 Media都會審視 你究竟在市場上 是扮演一個什麼地位 如果你不是up and coming 或者你不是looking promising 他們都未必會給你一個版面 所以 Yeah if you have media coverage 雖然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十個bullet裡面 我自己的最不重視 Media coverage 但如果你其他東西 什麼都沒有 Yeah sure of course 你有什麼訪問過來 你告訴我 OK 第五份禮物 OK 最後一份禮物 Team slide 這個很多時候都是大家 忽略了的 有兩個問題 很多時候 Pitching 是沒有Team slide 我都不知道你做的 我站出來 我是Brian 然後就開始做Pitching 你的真名是不是Brian 我也不知道 你只說自己是Brian 你又不說你在團隊裡面 你是扮演什麼角色 你又不告訴我 你做人工智能 那你之前那份工 是不是都是做人工智能的 你又不告訴我 我可以寫包單 你不說 我們就當你不是的了 我們就當你不是的了 很多時候 Pitching 剛才我講過 通常你第一回合 其實是做一個 elevated pitch 第二回合 可能你做一個三分鐘 是第三回合 才有一個十分鐘的機會 可能加一個十五分鐘的Q&A 其實你就真的不要想著 你不說 我們就會問你 因為你離開了一間咖啡店之後 下一個就要進來了 可能他是做AI 他是engineer 他又說 OK, fine I'll spend more time I'll choose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other teams 這個一 沒有那個team slide 是一個大忌 二就是 那個team slide 你什麼都沒有說話給我聽 例如是 你用一些古靈精怪的樣子 那些avatar 當然是reflect到你公司的 personality 的culture 你用一個卡通人物 你有三個co-founder 你給我三個卡通的樣子 OK 你想說什麼呢 又或者是 一個叫Brian 另一個叫Mary 第三個叫John OK You're not helping yourself You're not helping yourself You're not helping yourself OK 給個答案大家 你現在見到 slide上面 右手邊那個slide 是真的從Square Square 是什麼呢 是一個好多年前的 現在都好成熟 亦都轉過型 It's a mobile payment company 他的founder 是誰呢 大家知不知道誰是Jack Dawsey Jack Dawsey Jack Dawsey is the founder of Twitter 是否有一個secret sauce 如果你的startup co-founder 是Jack Dawsey 你是不是有一個secret sauce 是 所以他就 make sure Jack Dawsey 是放在第一位 還有他 make sure 他告訴你 這個slide 真的很多年前 所以漂亮呢 我甚至乎說他醜樣 但是 他做到他這個page 需要做到的東西 他告訴你 我們這個team 每一個人 在他們自己 未做Square之前的 profession 都是 world-class is a leading expert 他們之前 OK managed過 Twitter LinkedIn 是吧 so this is how you use your team as a secret sauce 你要講給我們聽 你要講給我們聽 OK 所以呢 除了第六份禮物 除了說要有個team slide 之餘 是要用好這個team slide 最好就有樣子 不要用卡通公仔 還有真的告訴我們 每一個人 在對team裡面的價值 在做什麼 現在很流行有個潮流 因為很多professional 都出來創業了 很多時候 現在的narrative就是 我們整個team都是lawyer 我們很豐富的經驗 但是你搞食物的 OK 有個angle的 食物是需要approval 食物安全 compliance 所以是有這個 但是你跟我說 你整個team 都是律師 那我就在想 有沒有人懂得做東西吃的 你要告訴我 你要告訴我 如果你的律師團隊裡面 有一個是法國男大 那你就要告訴我 OK 好 六份禮物呢 就送出去了 希望大家覺得 滿載而歸 最後呢 有一點時間給大家 問問題 但我想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這個是 都是一個真心話 我都很想說的 剛才第一個就是 用完這六份禮物 是不guaranteed funding 或者investment 很obvious 是吧 沒有包單的 但是 就是 用他們 是 是 用他們 或者是 一些慈善機構 或者 Family Office Foundation 基金會 他們 撥出來的 grants pitching competition 當然 其實 這六個 基本上 已經是六個 我已經幫你做了 差不多超過一半 的 slide deck 是不是很值得呢 今天 今天 當然 incubators accelerators 當你applied for 他們那些program 的時候 當然這六份禮物 當然有用 但是真是 最真心那句 我已經煲了 key take away 就是最後的bullet point 這六個tools 是很powerful 但是最重要是本身 你的idea 你的NGO 你的startup 是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nd better 如果你的technology 不是 better and different 你在一個 2x2根本 you're not gonna show up on the upper right 是不是 如果本身你的team 沒有一些很relevant 的experience 你就算講完 你的team做過些什麼 亦都不會是一個 secret source 所以我希望大家 記住 當你們 拿好多熱性 去準備 去準備 你們的non-profit 你們的NGO 你們的startup的時候 記住 before你 spend 五十個小時 去整理你的powerpoint 你應該好好想一下 how do you make your startup really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nd better 好 那我的禮物送完了 那現在就是 可以再送多一點小禮物 如果大家有問題 那我可以 用多幾分鐘去答大家 是 是 我想問問 因為剛剛老師提及過 你提及過 很關鍵 那你會不會比較 accept 這個 如果你的公司 是搞動漫 和手遊 其實throughout 你的pitch deck 你都已經有很多 你公司的產品 和公仔 和肖像 就不需要 用team 用team slide 來做 這樣 我自己覺得 是 我想問那個market size 那些數據在哪裡 可以是 非常之好 跟著我這個答案 你不會喜歡的 你找到些什麼資料 你就告訴我 因為這個是你的market size 是你說給我聽 你的公司是很unique 你的產品是很unique 可能你tap into the market 是其他大公司 未照顧到那個客戶群的 那麼obviously 你就不會在google裡面 有一個很漂亮的pdf from investment bank 或consulting firm 有一個number 就這樣給你plug in 這個就是我的tam 所以一定不會的 一定不會的 一定不會的 我舉個例 我舉個例 你搞 當下 你搞網上 人工智能補習這樣 那麼 你的tam 是不是全世界 有多少人用錢補習呢 是不是呢 那 我唔想這樣答 不是 因為這個是 founders 和你的management team 是你要告訴我 的 你要告訴我 你要告訴我 的 如果你告訴我 OK 舉個例 Simple math Simple math Simple math 全世界有 I'm just thinking out loud 全世界有 X那麼多個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 over the lifetime 他們會 spend 大概 2000元美金 在補習上面 OK 那麼這個可以 是你的market size 那麼當然 你會factor in 出生率 那個growth rate 還有可能 也有 多了人去 多了人去有 接受教育的機會 那麼可能 他們 對補習服務的需求 用在補習上面的錢 又會多了 看看 剛才我們這樣 brainstorm 剛才用了一分鐘 已經有很多個 elements 可能是Google 想不到 雖然我覺得 the starting point 可以是一些 credible research agencies 的一些report 但 based on 那個 numbers 你一定要加些 一定要減些 去reflect what exactly you are doing 但這個問題 非常之好 因為每一次 我見到 都會有些 很大的TAM 都會令我興奮 興奮 because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 don't get me don't get me wrong 我們是喜歡一個 很大的TAM 因為為什麼 Yeah we are looking for 10x,20x,50x return 但是當你夠膽 show一個很大的 total market size 給我看的時候 你就預料我 會很有興趣 問你 你怎麼計出來 那條數 好 so just be ready to share that spreadsheet with us Ina 一會兒我給你 我給你 這位問了先 so far 我們有個 products 是有AI的 還有 有些sustainability的 components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似乎是 很多的 例如 Brian說 之前我們有 越來越多的 start up 越來越少的 capitals 如果我想找一些 是 是 有些 green fund 的 我想 Brian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 hints 給我 謝謝 謝謝 你怎麼稱呼你 Winsor 我覺得 非常之 多謝你 剛才我不是說 好難 get to investor attention How do you get investor attention? Get in front of them be there show up it's very important 剛才一個鐘 Winsor 做了些什麼 他問了兩三條 都是 very relevant question 這樣就令到我們 無意之中 建立到一個關係 I'm actually interested 剛才你還 bring about AI sustainability so let's have a chat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怎樣建立一個關係 Go to trade show like go to you know where those investors are 有個pitching competition 你知道有三個investor 做了的 你不去 You are guaranteed to see them 但是你 側不側到 還有你側到 的時候 你做不做到你的 elevated pitch 就是看大家的本事 Let's talk offline 不是 先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跟可能線上的朋友 都 very relevant 現在香港 越來越多 impact funds 或者有很多 VC funds 他們不叫自己做 impact funds 但是 they place a big focus on social impact 所以 去找他們的時候 剛才我這裡沒有說到 但是 是 make sure you articulate what exactly are the impacts you are making 這個 是對他們的重點 因為對他們的 report 他們自己分的 report 要做什麼呢 they have to aggregate the total social impact of the portfolio 所以如果你說 我是幫這個地球 省了 we save a million trees ok yeah tell us they save a million lives tell us you educate a million kids like tell us 所以 你怎樣去 measure 你自己的 social impact 很重要 在現階段 因為其實 globally 不要說一些ESG framework 我現在在說你的service 或者你的product 是有一個green element 其實 因為每一個startup 都很unique 所以你create 一些什麼impact 其實是由你告訴我們 所以確實有一個quantifiable impact slide 在你的pitch 對不起 Ina 我一定要給你問 多謝你 不用客氣 我想問一下 雖然你現在給了這些idea 你還有沒有提示 因為你們說要10 times return 做entrepreneur 可能他認為自己的product 那個marketing很厲害 那個sales revenue很厲害 那個response rate很厲害 但是可能你看下去 難聽一點 你是不是作弊 我們怎樣去reservedly accurately 去project到那個sales revenue 或者它的marketing 那個effectiveness 連這個market 都不是那麼容易被你掌握到 甚至要付錢 買些資料 都不知道對不對 還要看看 在我們這個market 我這個product 真的是不是有人會付錢去買 那怎樣去確實地做這個sales revenue 那個estimation 以致你們看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很誇張 當然 當然 2 part 3 answer part 1 如果你想我給多些tips 大家來上我的課 就有很多tips OK 第二個答案 我想答你的問題 其實是 其實不只你們覺得 forward-looking的estimation難 我們作為investors 我們都覺得很難 我剛才剛才說過 這八個骷髏骨頭 我都真的以為它是 GoGoVan和LalaMove 我們都會計錯數 或者看錯東西 我覺得重點就是 你們作為 Founder Based on what you know you make the most educated and responsible assumptions 因為剛才我講過 剛才有位朋友問過 那個market size的問題 你的market size大到好吸引我 我就自然想看你的spreadsheets so be ready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例如我可能會問你 你做補習 大學畢業之後都要補習 不是吧 那如果你 可能 你可能correct 當然不是啦 大學畢業之後 研究院都要補習 當然是不要找人 不要給錢找人幫忙寫 thesis 研究院都可以補習 又或者可能是成人都可以補習 你解得通 我又相信 這樣便可以 但我覺得第一步就是 當你自己去做 make assumptions的時候 be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 當然我們某程度上 我們是想大家 ambitious 和aggressive 因為我們是要投資 我們是要投資的 我們不是要投資 我們是小和 medium sized businesses 所以 是 是 非常之OK 非常之 沒有問題 但 是 但 我們要看 的 事情 所以 大家 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多謝大家來到 多謝大家在網上 在網上 join我們 So have a good weekend See you soon